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后,美国第45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登上空军一号,执行一项未公开的任务,乌鸦队是一支精锐安保部队,负责确保美国总统的安全,经过3000里的近飞区,总统的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接近空军一号所在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空军一号是美国的空中指挥中心,四面理解就是飞行的白宫,作为美国最重要的飞机,空军一号负责搭载美国总统前往地球上一些危险的飞机。 但是经过30多年在世界各地执行任务,这架飞机很快将光荣退役,取而代之的将是一架最先进的波音747大型喷气式飞机,但是要成为真正的空军一号,它需要经历一场惊人的蜕变,为了将新型波音747提升到最高的军用标准,技术人员必须整合高科技通信和军用防御系统,同时重组飞机的内部将其改造成豪华仓位,今天就一起走进空军一号, 看看如何将其打造成一架全新的飞行堡垒,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巨大机库下,停放这两架空军一号飞机,确保总统随时都有备选飞机可乘坐。 今天整个机组人员努力使这两架飞机保持最佳状态,因为这是一架已经服役了30年的飞机,每一次执行任务前都需要仔细检查,确认一切安全问题就绪,飞机被移至登机区。 当总统的直升飞机接近时,每个安保人员都必须高度戒备,从海军陆战队一号到空军一号的总统步调,30多年来一直是标志性的,这种步调因理跟总统而闻名。 他曾命令关闭直升机引擎并保持静音,以使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总统登上空军一号的一刹那,这也是总统的表演时刻。 当总统走向飞机时,飞行员、导航员都会接收特勤局的收音,以获取只是核实启动飞机。 一旦总统踏上飞机,就是飞行员启动飞机右侧发动机的信号。 当确认所有人都登机完毕后,此时飞行员将启动左侧发动机。 由于总统的每一秒都十分宝贵,总统的快速安全通道由机组人员控制,选择跑道并尽快安全地起飞。 在过去的30年里,这架特殊的喷气式飞机不断环游世界,甚至执行过前往战区的危险任务。 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空军决定更换老化的飞机。 国营公司在7478型的基础上拟建两架专门设计的新一代空军一号飞机,这里是西雅图郊外世界上最大的工厂大楼里。 这架飞机即将被打造,但是当川普于2007年上台后,他又改变了进程,川普认为飞机的价格太高了。 6个月后,川普获悉一家俄罗斯航空公司破产后,波音公司有两架未投入使用的7478型飞机停在加利福尼亚的莫哈维沙漠,于是利用较低的价格将其买下。 全新的空军一号飞机与现有的空军一号相比,这架史诗级的7478型飞机是一次巨大的技术飞跃,改装完成后预计耗资53亿美元,机身比之前长5.5米,达到惊人的76米。 它也是地球上最长的客机,其大幅延伸的上层甲板为飞机增加了20%以上的地面空间,面积达到464平方米。 内部空间比NBA篮球场还要大,一展68米。 它的宽翼采用了突破性碳纤维的践形翼间,角度为37.5度。 这种新机型不仅能让庞大的飞机飞行速度更快,也能让它在极短的跑道上起飞和降落,续航提升17%,四台新一代通用发动机为其提供近一马赫的动力,使其成为地球上最快的喷气式飞机。 但是将这个庞然大物改造成空军一号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改装总工程师福克斯正在飞机上进行最后检查,接下来飞机将在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接受军事改造,检查完毕后飞行员启动飞机飞往圣安东尼奥,要变成一架军用飞机就必须能对抗导弹,承受核辐射,作为空中的白宫飞行控制中心,为总统管理国家提供安全加密通讯。 接下来改造即将开始,这个被人们称之为大德克萨斯的机库有着7天24小时的全天候监控,甚至还配备了气味追踪犬,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独立式高棚机库,要创造一架独一无二的飞机,首先必须剥离整个飞机内部,并且舍弃头顶上的飞行机架,洗手间,厨房,空调及其他部分。 自40年代以来,有7架不同的飞机专位搭载美国总统而设计,空军一号诞生于战争时期,当时罗斯福总统乘坐到格拉斯C-54天师号,参加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雅尔塔会议。 喷气时代的第一架空军一号是一架远程波音707,肯尼迪总统选用的机身颜色,至今沿用在空军一号的机身成为一种传统。 第一夫人南希里根则参与设计了总统专区,总统专区的卧室里有两张沙发,一张床,所有的物品都带有总统的专属标志,地毯上的星星象征着飞空白宫。 对于全新的空军一号,川普总统则建议采用更现代化的豪华风格,目前的设计包括一张大床,而不是以前的那种折叠式单人床,以及超大的电视和更多的座位空间。 另外总统办公室、医疗舱、总统会议室以及厨房都将进行全面升级,舍弃原来办公室的笨重木质桌子,取而代之的是一块现代模块化设计的整体空间。 随着整个室内设计的形成,工程团队必须克服一个巨大的障碍,全新空军一号将比商用747消耗更多的能量,因此必须升级发电机。 飞机上的电力由发电机产生,它由发动机中的旋转涡轮驱动,为了能产生足够的能量,团队必须移除引擎以便添加更大的发电机,为所有引力防御,加密通信以及导航系统的运行提供动力。 每台发动机的重量超过5吨,价值超过2200万美元,因此在拆卸的过程中要精确小心。 这四款新一代涡轮风扇引擎将轻松拖起一架453吨的空军一号,总推力增加13吨,共围飞机提供120吨的总推力,而发动机的燃料使用却减少16%,航程增加1609公里,并赋予它超过14162公里的航程。 即使发生灾难性事件,新空军一号的安全性也会更加强大,并且只需要两个引擎即可完成飞行和着陆。 由波音公司和美国宇航局联合开发,发动机后部的这些锯齿状人自行设计,平滑混合进入发动机内部的空气,在发动机周围空气流动的情况下平滑气流。 这项革命性技术有助于将飞机噪音降低30%,为了改造这间又狭窄又拥挤的总统厨房,他们主要的设计方向就是拓展空间,改善后将能提供多达2000份餐点。 所有食物均在美国采购和打包,并以五星级的VIP风格服务。 不过对于川普总统的服务人员来说,为川普和他的夫人提供服务非常简单,任何普通人喜欢的食物他们都能接受,并无其他特殊喜好,也不用特别精心准备。 空军一号上还配有总统专一,由他负责总统的医疗服务。 全新的医疗舱设计需要更加现代化,他将采用最新的医疗技术,包括一间办公区,甚至可以进行紧急外科手术。 全新空军一号的改造计划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外观颜色的变化,这也是川普主导的改变,他认为这将是更加强大的着色方案。 为了将最前沿的设计和军事技术应用到空军一号,团队必须彻底检查飞机的各项指标,团队目前正在将驾驶舱改造成全数字化的控制界面。 所有的一切都要重新布线,要带有重金属屏蔽功能,新电路系统可承受电磁干扰,确保这架空中白弓无障碍飞行,即使附近发生核爆炸也能抵抗和脉冲,这个过程中要安装超过30万米的新电缆,改造完成后,这里有一系列数字显示器,均用全球定位系统,复杂的计算机系统,加强板地形图,飞行人员从原有的4人减少至2人,接下来是防御控制系统, 他们能控制操作所有的飞行控制,防御体系和导航系统,最新的实时数字显示器和改进的仪表着陆系统,意味着即使在最具极端的天气情况下飞机可更加安全地着陆。 川普说这里还有很多关键的技术不方便透露,但是军事保密不是所有的关键,安装空军一号的先锋防御系统时,技术人员必须面对军事改造中最危险的环节,他们需要切开飞机,任何一个错误的举动都会导致数百万美人的损失。 首先要确定切割机身的精确位置,让他们头疼的是这两个巨大的总统登机口,像这样的大切割如果失误了,代价将是惨痛的,与现有的空军一号一样,为保障安全。 总统,客人和机组人员在必要时可以使用内部楼梯下飞机,此时机身上的任何切口都可能导致机身弯曲,从而造成严重错位。 为了避免这种灾难,他们使用了一种独特的摇架以减轻飞机上的压力,这种黄色的摇架要让飞机几乎处于零重力状态,它采用的是复杂的液压系统,通过调整液压活塞将细微的重量变化抵消,这样就能保证在切割飞机时机身不会弯曲变形。 在安装门和登机口之前,工作人员切割68个小孔,以搭载先进的通信和防御系统,回到现在的空军一号。 这些小孔就是为了安装全新升级的通讯设备,虽然细节高度机密,但是飞机上的通信一定会被做上最复杂的加密处理,可直接安全地连接到白宫,每时每刻确保通信安全。 同时总统能进行全国直播,向全美国人民发表讲话,内部的操作人员也将从三个增加至四个。 他们主要负责总统与其他国家元首之间的通话处理,安全高效的沟通对空军一号上的总统而言非常重要。 于是新一代空军一号必须将通信性能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接下来新空军一号将如何自卫也是重中之重。 这依然是一个严格保密的高级军事机密,但是专家认为它会使用诱饵燃烧信号弹,使旋热导弹天转。 飞机将使用高科技激光,不仅要干扰导弹跟踪系统,更要能摧毁飞行中的导弹,这样就能确保美国总统在空军一号上面的安全保障。 不过可以透露一个秘密,川普总统最后决定将在全新的外观设计上更引人注目,这将使新一代空军一号的外观变成一个图腾。 川普认为这将是更加强大的着色方案,事实上也会更加好看。 作为西裔内阁会议室的代替,空军一号的会议室将进行戏剧性改版,这就是全新空军一号改版后的会议室。 波音7478型的大窗户采光更加,外观更现代,配备高科技设备,它还可以用于作战式。 厨房也不用再受限于狭小的空间,将会是两个超大厨房,面积也比原来翻了一倍。 对30年前的医疗舱进行大升级后,全新的高科技急诊室空间更大,3D建模打造一张手术台。 配备能够处理严重医疗紧急情况的设备,可以处理多种紧急医疗情况,最先进的健康检测器和大型药房,可以处理几乎所有的健康紧急状况,包括总统和他的客人以及工作人员。 由第一夫人南希里根设计的卧室风格将会保留,但是全新的卧室会更加宽敞,只有总统、第一夫人、安保人员和首席乘务员才能享受到这样的五星级舒适度,地毯上的总统新标也会保留。 目前办公室的木质外观将被替换成一个更加现代的模块化办公室,作为空中椭圆形办公室,总统将可以在这里向全国发表讲话。 最显著的改变将是空军一号的外观,川普决定改掉由1962年沿用至今的颜色。 虽然飞机的商标字样会保留下来,但是川普考虑了四种不同的配色方案,一种方案是蓝色或白色引擎,另一种方案是灰色或白色中心线。 这架全新改装的空军一号总成本预计达到53亿美元,并在其改造完成后接受整整两年的飞行测试。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大众就能看到这架全新的空军一号飞机。 放眼全球,如要问哪款战机性能最强,也许你们会争论不休,可是要问哪款战机价格最贵,当属美国B-2幽灵轰炸机,你们绝对齐刷刷点头。 也是全球唯一一款具备隐身能力的战略轰炸机,它在90年代的价格就高达24亿美元,而这架空重72吨的轰炸机,在当时的造价为同等重量黄金的两倍,而这还只是它的售价。 这款B-2幽灵的研发费用更是高达惊人的200多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资金投入,也赋予了它傲视群雄的恐怖战力,以及卓越的隐身能力和超长的航程, 让B-2可以实现本土起飞全球打击。 今天就走进B-2幽灵的背后,看看这架隐形轰炸机的内部到底是怎样的,飞行员是如何执行任务,它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惊人科技,让4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无法被模仿。 只有一种途径可以进入B-2的内部,就是其腹部的旋梯,但是有两种方式从飞机中出来,一种是通过旋梯,另一种则是紧急弹射仪。 内部设施属于机密,但是我们能看到其中有一块巨大的斜面挡风玻璃,以及同样巨大的仪表板,在两名飞行员座椅的后方,有一块4×6英尺的矩形空间,这里足够一名飞行员躺下睡觉。 然后还有一个马桶,虽然空间有限,但是功能齐全。 最后还有一个微波炉,可以加热飞行员最爱的轰炸机热狗。 2011年2月,利比亚爆发阿拉伯之春运动,卡扎菲宣布要严惩示威者,在5000英里外的密苏里怀特曼空军基地里,机场上布满了严密的安保人员。 在这里经过特殊训练的维修人员,正在检查世界上最神秘的飞机,为有可能到来的利比亚战争做准备。 B-2在怀特曼的专用机库已经停放20多年的时间,要保持其战斗状态并不容易。 轰炸机的表面不能有任何凹痕,从而可以保持最佳隐身效果。 上边的士兵现在正在进行的是飞行后检查,查看飞机上是否有异常现象,或者需要修理的问题。 通常维护机身正常要比保持飞机隐身能力花费更多的时长。 时间来到2011年3月,上级命令传来,要求B-2轰炸机做好可能在利比亚执行任务的准备。 最有经验的6名B-2飞行员,也接到了一个特别的顶级机密命令,现在必须睡好觉。 飞行装备部是飞行员登机前最后要去的地方,他们从这里取走生存装备,包括9毫米口径手枪,以防在敌人领空被击落。 然后他们来到自己的轰炸机前,一架B-2幽灵的破坏力等同于100多架常规飞机。 此次利比亚行动他们一共出动三架B-2,将在12小时左右到达目标地点。 同样也仅有几个人知道他们出发了。 此次行动就是奥德赛黎明行动,大部分时间B-2在雷达上都以常规飞机形式出现, 他们基本是自动飞行,但那并不意味着轰炸机上的双人机组可以不管不顾地休息了。 他们还需要处理飞机上的许多系统,并与民航或军航空管联络,防止发生空中撞击。 当三架B-2接近利比亚边境时,北约确认了卡扎菲没有撤军, 任务由此开始,B-2准备隐身。 这架B-2幽灵轰炸机隐身后就像一只小鸟,40年来仍然是全球唯一一款有这种能力的轰炸机。 在这架世界最昂贵飞机的顶级机密驾驶舱舱内,有一个比键盘上字母稍微大点的按钮, 上面标着单词PEAN,意思是渗透。 这个按钮收起了伸出的天线,并将导航灯折叠进菱形仪表板内, 还有其他很多细节都是保密的。 但大家都知道轰炸机的外形能够吸收雷达波,并使其转向或扩散开, 没有机尾可以极大减少雷达接收到的信号。 而锯齿状的尾部同时可以将发动机热量与红外线信号分散, 飞机的特质外壳与挡风玻璃能够吸收并散射雷达波, 因此机身采用了薄薄的一层24K斤, 一架进入全隐形模式的B-2轰炸机, 在雷达上就像一只海鸥,完全不会有任何显示。 2011年3月的深夜,整体有150吨重的B-2轰炸机, 正在参与利比亚的奥德赛黎明行动。 现在到达利比亚上空而不能被雷达侦查到, 但是通过肉眼却依旧可见。 月亮此时正是最亮的时候,飞行员们非常紧张, 一旦被认出来他们将极易遭受攻击, 他们的速度与操作性与战斗机无法相比, 也没有反击的武器,他只有隐形着一项优势。 在利比亚的地面上,卡扎菲的士兵们高度警惕, 他们装备有SA-5薰腿式地对空导弹, 可精确打击海拔6万5千英尺高的目标, 这是相当大的威胁。 在离开密苏里12小时后, 三架B-2轰炸机在黑暗的掩护下, 穿过了利比亚的边境线, 并将他们的卫星制导武器锁定了目标坐标。 首要目标是卡扎菲的空军基地, 但是突然在其中一架B-2飞机中, 一枚一吨重的炸弹被卡在了旋转发射器中, 在其他种类的飞机上都有方法可以接触到炸弹, 但是B-2上却没有, 飞行员只能从显示器上看到巨大的黄色斜杠, 在接下来的旋转中共有三枚炸弹被卡住, 另外两架B-2将他们的满载炸弹全部扔下去, 每架飞机共投制了16枚重达一吨的炸弹, 并全部命中目标。 当飞行员打开B-2炸弹舱门的时候, 飞机更容易被雷达探测到, 如果敌人的战斗机锁定一架B-2并且发动攻击, 那么这架被锁定的B-2是没能力防御的, 它唯一的优势就是隐身。 飞行员此时没有选择余地, 他们迅速抛下了所有能投掷的炸弹, 并击中了16个目标中的13个, 另外三枚被卡住的炸弹只能原样带回去了, 因为此时敌人的地对空导弹已经开始密集发射, 到此B-2基本完成了此次任务。 当轰炸机返航的时候, 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也发表了官方声明。 经过20小时无间断飞行后, B-2来到怀特曼基地附近, 而携带回三枚炸弹的飞行员依然不能休息, 他们的飞机需要特殊处理, 以防止炸弹脱落或随时爆炸。 1993年12月17日, 美国国家航空的最高机密 正式亮相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 172英尺长的飞机全一行无机尾, B-2幽灵到此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I think every four-star general in the Air Force was assembled at the airfield to watch the B-2 fly in. The spirit of Missouri is home. It's arrival represents more than a technical leap forward. It adds a revolutionary new dimension to air warfare. When I saw it in flight, I thought, wow, this thing is special. It really, the word majestic came to mind. It just has a presence of power and precision. And I'll tell you what, You're on the end of the runway, And you see that B-2 take off, And you say, I'm really glad that it's on our side. 每架B-2在当时高达24亿美元, 相当于14架波音747客机的价格, 为何造价如此高昂? 原来仅仅是每架飞机的材料费和制造费就高达十多亿美元, 让B-2轰炸机真的变成了等重的黄金。 随后, 諾斯洛普还要设立一处特别的顶级机密工厂用以建造飞机, 而在此之前, 他们的研发费用已超过200亿美元。 这些代价换来的最初订单是132架飞机, 但是最终只有21架出产, 即使造价高昂也会出现致命缺陷。 2008年2月23日, 堪萨斯幽灵号从美国位于关岛的空军基地起飞, 随着飞机被拉高但是很快就失控了, 紧接着一扇机翼撞击到地面。 好在飞行员通过弹射逃生, 仅仅在起飞17秒后, 这架B-2就坠毁在地面化为火海。 原来罪魁祸首是水, 关岛的湿度导致速度传感器故障, 传感器反馈给系统中的数据显示, 其实速要比实际加速高14英里。 机载计算机给出指令飞机比值上升, 但由于没有足够的速度来支撑飞机的急剧上升, 最终失去生力坠毁。 美国第一架与B-2相似的飞机, 出现在上世纪40年代叫做XB-35, 服役形状可以为长途轰炸任务增加最大空运能力。 而接下来的MyB-49也有着相同的外形, 但更为先进且隐形依旧不在考虑范围内。 直到20世纪60年代冷战时期, 人们才开始关注隐身问题。 洛克希德公司研发出了SR-71, 使其拥有了一些隐身特点, 包括可吸收雷达波的特殊外壳材料。 SR-71是一架远程间谍机, 但并不是核武战争威慑源, 因此美国需要一种隐形轰炸机。 减少雷达探测信号, 意味着不能有机尾, 同时要有弧形设计, 这一飞跃是技术的想法和创新思维。 来源于俄罗斯的一名数学家在196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 这篇文章的一文被洛克希德的一位员工读到后, 发现了可以利用这些原理, 计算出一种方法减少反射的雷达波, 武器巨头诺斯洛普公司将隐身设计与喷涂材料结合在一起, 于是隐身奥秘被解锁了。 有些人怀疑B-2轰炸机是否真的经过实战测试, 1999年, 前南斯拉夫彻底分崩瓦解, 由此带来了科索沃危机, 很快美国克林顿总统下令让B-2轰炸机执行任务, 经过十年的无所作为, 这款隐形轰炸机终于有用武之地了, 在此之前从未有人在战斗中驾驶过B-2, 50名飞行员全都想得到这次机会, 但是只有4人能参战, 同时也是联合制导武器在科索沃的初次亮相, 联合制导武器是波音公司研发的一种附件, 可以将任意数量的自由下落炸弹转变成精确的制导武器, 装弹员给可移动尾棋装上弹药以及GPS制导系统, B-2可携带16枚重达2000磅的杰达姆弹药, 或者80枚500磅的杰达姆。 1999年3月23日, 4名飞行员驾驶两架B-2轰炸机飞往科索沃, 他们的首次战斗任务要经历30小时的往返飞行, 当他们到达地中海地区的时候, 在雷达上仅仅显示为常规飞机, 之后两架B-2进入隐身模式, 飞行员同时关掉了驾驶舱中所有没必要的灯光, 爬升到可以减少他们伪计云的高度, 电脑计算出了最佳进攻策略, 在显示屏上以蓝线表示。 那是科索沃一个寒冷的春夜, 在飞行了14小时后飞行员确认发动进攻, 当两架飞机从旋转炮架上发射出5枚炸弹的时候, 整个机身都在颤抖, B-2的制导导弹命中了塞尔维亚机场, 其中32枚炸弹直接命中, 塞尔维亚紧急升起12架米格29战机, 他们在夜空中搜寻B-2, 但是B-2轰炸机沿着他们的蓝线路径安全地飞出了作战区域, 至此B-2从亮相以来首次完美地完成实战任务, 而未被对方侦测, 但是战争还未结束, 北约对塞尔维亚发动了长达78天的空战, B-2作为唯一拥有杰达姆武器的轰炸机, 被不断地派出进行支援。 B-2在空中不加油的情况下, 作战航程可达1.2万千米, 空中加油一次则可达1.8万千米, 每次执行任务的空中飞行时间 一般不少于10小时, 美国空军称其具有全球到达和全球摧毁能力, 这一切也都是通过实战验证的。 911事件之后, 阿富汗的基地组织成为美国的目标, 但是超远的距离对B-2和飞行员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 指挥官部署了6架隐形轰炸机进行为期三天的战役, 从怀特曼军事基地到阿富汗并返回将成为历史上飞行最远的距离, 这需要连续飞行40多个小时, B-2的飞行距离只有6000英里, 还不如一架波音747客机, 为了完成这次超远程任务, B-2不仅仅要依靠空中的队友, 还要依赖空中加油机 在飞往阿富汗的途中, 每次与加油机碰面的时候, 两名飞行员都要高度集中精神, 精确控制好自己的飞机, 加油机上的吊杆可由加油机驾驶员控制, 但那也只是在20英尺的范围内, 更困难的是B-2的四台引擎都埋在机翼的上半部, 因此处于中心线以上的位置, 这虽然可以有助于隐形, 但也意味着当飞机加速的时候, 机头是垂下的, 每一次从加油机中获取大概15万磅的燃油, 因此需要在空中停滞30到40分钟, 任何一个小小的失误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B-2在到达阿富汗之前要进行5次空中加油, 一旦他们到达目的地就要发动进攻了, 目标很少防御力量也不足, 很快在短短的三天就完成任务, 但是没过多久, B-2轰炸机又要前往另一片战斗区域, 这就是2003年的伊拉克自由行动, 在怀特曼军事基地里, 飞行员调整好了他们的飞行装备与逃生工具, 这里就是他们的生命保障部门, 百度车将飞行员从这里运送到 B-2所在地, 很快他们起飞了, 爬升至理想的5万英尺巡航高度, 他们的目标远在19小时飞行距离以外的伊拉克, 当他们靠近目标地点的时候就会装填好炸弹, 并移动到战斗高度, 高度直保密, 然后他们隐身渗透投掷炸弹, 这是震慑行动的第一晚, B-2带来了恐怖的震惊和威慑, 此后的沙尘暴天气让行动变得扑朔迷离, 但是人们不知道的是B-2能看到其他飞机看不到的地方, 综合孔径雷达利用飞机的运动, 从多个点收集信息, 形成一张目标地图, 它飞行在沙尘暴上空, 其雷达穿透沙尘看到了坦克和地面控制站的位置, 飞行员辨认出16处目标, 并以致命的精度轰炸了每一处。 B-2的外观与20年前别无二致, 但拥有了大量顶级机密的改进后, 它变成了更新更智能的机器, 到此美国隐形轰炸机背后的机密科学依旧让世界极度。 B-2是美国曾产出的绝无仅有的特种飞机, 它同时还改变了未来飞机的设计, 其有效载荷作战半径与隐身性能, 这一切相互平衡地结合在一起, 并伴随着不断的改进和升级, 让B-2在未来多年的时间里都是令人胆颤心惊的可怕武器, 同时激发了新一代隐身直升机的研发, 隐形轰炸机还给隐形无人驾驶飞机带来灵感, 它们可以避免飞行员伤亡, 这一切都仰赖于世界上最昂贵的B-2幽灵隐形轰炸机。 这是欧洲的空中最强战机, 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多用途战斗机, 与法国阵风战斗机以及瑞典萨博战斗机并称为欧洲三雄, 台风战斗机作为一款四代半战机, 游鹰、德、亦和西班牙四国合作设计的双发三角翼, 压势布局、高机动性的多用途战机。 制造它也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长达几公里的线路。 成千上万个零件。 这款超级喷射机组装所需的各式零件, 来自四个国家的四间工厂, 它们所讲的语言都不相同, 这一切都要搭配得天衣无缝。 今天就进入欧洲的超级工厂, 看看它们是如何打造先进的台风战机。 欧洲的一些顶尖工程师此时面临一项挑战, 要设计出全世界最好的战斗机, 且能一两倍音速飞行, 能称霸天空, 还要配备足够火力足以消灭小型空军, 终于经过几十年的筹备。 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德国这四个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努力, 这也是欧洲有史以来最大的产业合作。 它的制造地点不是单一工厂, 四个合作的国家制造出七大组件, 以及成千上万个连接零件, 来自各地的所有零件必须组合起来, 才能打造出完整完美的战斗机。 它也是世上组建最复杂的飞机。 所有模型组装专家都知道, 要有完美的结果, 一开始就要搜集并安排好所有零件。 台风战机有成千上万个组件, 但最重要的有七大块, 每个合作的国家都贡献一部分资金, 每个国家也都要负担制造的工作。 意大利的杜林附近, 阿莱尼亚航空公司的超级工厂, 它们在联合企业里的股份占比21%, 这包括了左翼和部分后机身, 以及第一和第二部分的飞机组件, 后段机身必须支撑发动机, 战斗飞行员需要超级火力, 于是设计师将劳斯莱斯超级猛兽放在后面, 把一下空间留给武器, 在机翼下方有各种挂载战可支撑武器, 特别是外侧挂架, 这里是红外线飞弹, 在机翼中段还有内侧挂架, 可以同时搭载油箱和飞弹, 这里最大的挑战是要提供足够的强度, 以抵挡高温和强烈振动, 同时尽可能轻量化, 解决之道就是钛金属, 它的强度和钢一样, 但比钢轻了45%, 但一般的钛金属不足以应付台风战机的需求, 所以意大利的工厂采用独特制程, 称为超速性成型及扩散结合, 一层层钛被加热到大约1000度, 让金属成为类似塑胶的状态, 注入气体形成狭长隆起, 就像金属板上的肋骨, 这样能增加强度, 在超成型态内层蒙蹄的上面覆盖着碳纤维, 事实上飞机结构里多达70%是由碳纤维复合材料组成, 这是另一个减重的方法, 因为要战机迅速离地, 重量很重要。 这架台风超级战机的速度之快, 其爬升率高达每秒315米, 最大飞行速度达到2马赫, 整个战机的碳纤维蒙皮透过浇和强化, 碳复合材料的做法类似酥皮糕点, 将薄片的碳材料切成一定大小, 然后层层堆叠起来, 加热之后它们会结合起来, 从而创造出世界上相同重量却最坚固的材料, 不过复杂的程度还不止如此, 意大利团队要完成后段部分组件, 必须等英国工厂完成最后的零件并且运送过来, 完全在意大利制造的组件时左机翼, 也是飞机的第二大部分, 就基本形式来说, 机翼似乎很简单, 但要将飞机的这部分组合在一起, 不是只有上下结合这么简单, 下层机翼有水平一两形成的骨架, 但这些横条不是用一排排的锚钉固定, 而是用胶和固定创造出完美融结, 这项技术巧思让重要的飞机总吨位又少掉好几公斤, 但是这种大型三角结构称为三角机翼, 实际上它的形状和安装位置, 让台风战机注定在低速飞行时不够稳定, 但马力打开之后, 这种奇特设计的飞机会摇身一变成为终极飞行机器, 从伦敦飞到巴黎只要20分钟, 工厂里, 团队正在安装十字型翼类, 这些相互连结的支柱能加强已经交合的水平面, 提供连结内侧机翼硬体的角度, 这个结构上不会再加太多东西, 因为台风战机的机翼上, 最大的单一组件是燃油, 航空工程称之为整体油箱机翼, 整体油箱机翼有个操作上的优势, 那些燃油代表一下不用固定油箱, 同样的这能腾出更多空间给武器, 台风战机是针对战斗而设计, 诞生于80年代后期, 它的构想是用来防卫冷战威胁, 但在交易签订之前冷战已经结束, 在欧洲战机的超级工厂里, 结构团队钻孔已将上下机翼固定, 钻头接触机翼会产生四射的火花, 加水可确保安全, 这个组件必须和其他四大件无缝连接, 公差要精确到小于一根人类头发的宽度, 虽然要钻很多孔, 但若没有胶合, 钻孔至少要多五千次, 较少的锚钉代表较少的风险, 飞行时, 飞机结构会弯曲和移动, 锚钉连接只要有一点扭动空间, 就会引起金属疲劳, 造成裂痕, 整体油箱机翼不是只有蒙皮, 骨架, 胶合和精准钻孔, 还需要次组件才能完成整个机翼, 金负翼, 缝翼, 液压和电子系统都是这款飞机要飞上天的关键, 工厂位于马德里郊外, 这家西班牙超级工厂拥有欧洲台风战机13%的股权, 它负责制造有机翼, 也是整个战机的第三大部分, 工人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电子和液压系统装设阶段, 它的作用是控制金负翼和缝翼的动作, 西班牙的工程师制造机翼的方式, 和意大利工厂完全相反, 它们最先收到的是主要零件, 接下来还有系统零件, 像是线路, 液压管和油管等, 各式零件必须先通过测试, 整体油箱机翼最令人担心的是漏油, 于是他们把机翼汇在硬体区固定住让它运作, 模拟机翼满载燃油时的行为, 一切没有问题才能出场。 台风战机的左翼和右翼分别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超级工厂制造, 这时机翼已经过涂装阶段, 也通过电子和液压系统装设阶段, 同时已经装上金负翼和缝翼, 相当于战机的第二和第三大部分已经就绪, 在他们结合在台风战机之前, 还需要一些其他零件B1系统公司位于英国伦敦的萨摩斯伯利, 占有台风战机联合企业33%的股份, 在这家工厂的机棚内, 主要负责制造台风战机前机身的主要组合件, 包括驾驶舱罩、挡风玻璃, 同时也制造后机身组合件, 以及发动机舱门、直尾翅、 方向舵飞行控制面、前置翼面等等, 这里也是英国最大的飞机组装厂之一, 但是在这里你几乎看不到机械人的存在, 飞机的每个零件都必须完美校准, 飞行时没有任何犯错的空间, 当你身处16000尺高空, 以2000公里时速飞行, 在横跨数百公里之遥的四家工厂间, 要达到这种水平的精准, 不靠任何机械的准确度, 是台风战机的工程师和设计师技巧和专业的最佳证明, 同时手动安装飞机也为欧洲创造了超10万个工作机会, 因此他们热衷于采用纯手工组装, 而不是机器人代佬, 在英国工厂制造的最大组件是前机身, 也是飞机的第四大部分, 这个大组件包含5500个零件, 但最先上的是发动机舱门, 这是完成第一大部分后机身所需要的最后一个主要组件, 这可不是一般的门和机翼一样, 它们的制造方法是超速性成型回到意大利的工厂, 舱门会在这里加到后机身上, 至此第一大部分完成了飞机的另外三大部分, 左翼、右翼, 后机身现在也已经就绪, 接下来是第四大部分前机身, 也就是驾驶舱, 驾驶舱是由碳复合材料, 钛和铝制成, 此外还有数千个零部件, 这是飞机制造过程最具挑战性的部分, 安装操作台风战机的自动系统, 需要45公里长的线路和4万个连结, 每一个都要精确安装并仔细检查, 因为所有的飞行控制, 油门都在这里, 它就像飞机的指挥中心, 电工配置好每个电路, 然后所有的电路会整合成单一系统, 这是个耗时的工作, 工程师要花费三天时间才能装设, 绑好它们, 接下来还要再花一周在模拟驾驶舱内完成配线, 这个模拟配置会装到真正的机身上进行测试, 前机身还包括另一项飞行员辅助工具, 这就是空中加油的受油碳管, 这能让飞行员在空中加油, 大大扩展了它们的作战范围, 电路完成后会加上碳纤维蒙皮以及更多焦合, 强化密封焦汇布满所有接头, 这能保护结构, 防止湿气入侵, 接下来要钻更多孔, 就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工厂制造的机翼, 钻孔的技术部分很关键, 如果钻孔没有对齐, 飞机就无法起飞, 钻好的孔会装上临时扣件, 这能让蒙皮暂时定位, 接下来就是检查公差, 台风战机工程师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是确保飞机的每个零件都精确对准, 无论其制造地是哪里, 很多飞机容许从尾翼到机头这一支线的横向差为25毫米, 但是台风战机则精确到小于1.5毫米, 至此台风战机第四大部分驾驶舱已准备好要组装, 接下来是第五大部分, 台风战机的三角翼设计不稳定, 为了增加其稳定性, 它需两个从飞机前段延伸出来的前置翼面, 或称前操纵面, 它们的作用有如小型机翼, 帮忙平衡飞机结构, 这些前置翼面的制造同样利用超速性成型及扩散结合, 和后机身一样它们很坚固, 到此第五大部分完成, 英国超级工厂也制造台风战机的第六大部分直尾翅, 同样是由碳纤维复合材料制成, 直尾翅提供横向稳定并保护飞机的通信系统, 现在只缺最后一大部分中断机身, 就可以组装整架飞机, 这个中间管状结构是由德国工厂制造, 它们是台风战机占比33%的股东, 除了前操纵面和直尾翅, 其他部分都会连接到这个中轴, 它和机翼一样是个大油箱, 到此台风战机的所有部分都完成制造, 最终的挑战就是将它们组合在一起, 台风战机的七大组成部分, 由英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四国工厂完成制造, 接下来必须组装成完整的超级喷射机, 欧洲台风战机的四家工厂会彼此配送零件, 每家工厂都会收到所有完整的零件, 因此它们任意一家工厂就可以组装出自己的台风战机, 在英国华尔顿的B-E超级工厂里, 它们在为英国空军制造台风战机, 第一个工作就是把七大组件一一弹开, 分别是后机身、机翼、前机身和驾驶舱、 前操纵面、直尾翅以及中机身, 第一步就是连接前、中、后机身, 然后要进行关键的雷射校准, 各个部分会用螺霜固定, 然后再加上强化条。 他们手边有一些工具可以帮忙酸孔, 然后会加上密封胶, 这个密封胶会保护板子和结构不受水汽入侵, 所以它能够防腐时, 完成机身的连接要花费好几周时间, 借着要装上机翼, 机翼是靠六大螺栓结合, 工厂里所有工具都是气动, 避免火花引起火灾的风险, 安装机翼必须算好时间才能达到完美。 接下来在生产线上, 会装上前操纵面和直尾翅, 终于它看起来像一架飞机了。 现在还缺少的是劳斯莱斯双发动机为台风战机提供动力, 就像这超级模型的其他所有组件一样, 安装的时机很重要, 至此七大部件加上成千上万的零件, 由四个国家制造并且终于结合在一起了。 但飞机还没真正准备好, 还必须进行一项工作才能起飞升空和其他模型飞机一样。 台风战机是靠电脑遥控操作, 人类输入的指令是关于飞行任务以及实际的武器投放, 飞机的飞行主要是靠电脑, 为了避免错误与高度安全戒备, 工厂里只有少数人能参与把软件安装到飞机上, 生产进行到这里, 飞机还不能起飞, 接下来每架台风战机都得来到无回音室。 在意大利阿赖尼亚航空公司里, 这是欧洲规模最大的一间无回音室, 这些墙面的奇怪覆盖物是由11000个海绵般的三角追构成, 这类房间通常是用来测试声响, 因为它可以吸收声音, 但是今天这个房间是用来测试台风战机对电磁的脆弱性, 这个看不见的自然力量能烧毁机上的设备。 每架新飞机都要进行这项测试, 客机或喷射战斗机也都如此, 在这里他们创造出虚拟的飞行情况, 台风战机也会真的离开地面, 飞机可以抬升到15米的高度, 让起落架可以收起来, 所有的测试完成后, 台风战机才会来到真正的室外测试环节, 是场上最先进战斗机的关键组件, 是飞行员头上所带的东西, 头盔从飞机系统获取资讯, 然后呈现在飞行员眼前的护目镜上, 它也会提示你该看哪里, 飞行员只需看向敌方, 飞机系统就会知道射击方位, 头盔也内舰声控, 透过语音指挥飞机进行飞行选择, 每顶头盔都针对个别飞行员特别设定, 趁电视扫描飞行员头颅大小而制作, 此外还有飞行员专属的各种参数内舰到光学系统里, 至此这个四国之间的合作打造战机终于成功, 现在该让飞机进行终极测试了, 位于德国拉格的空军基地, 有欧洲最大的台风战机机队, 和世界上最有经验的台风战机飞行中队。 它曾是美国海军最先进的飞机, 也是美国海军现役的主打飞机, 即高速、灵活和轻型攻击机于一身, FA-18就是一具死亡戾气, 无论是训练基地还是在航母的甲板上, FA-18都居于舞台的中央, 它是世界精英级战斗机的代表, 以及航母舰载机的主流, 在不安定的地域每天都有FA-18编队在天上巡逻, 它的作用就是攻击目标支援地面部队, 同时搜索敌方战斗机, 这些战机从几千尺的高空投弹, 而且它们可以到达世界任何地方, 因为它们用的不是常规的机场, 对FA-18来说, 加是一个在海上乘风破浪的浮动跑道, 这是美国12艘核动力航母中的一艘, 它是一个具备一切功能的海上移动机场, 一个航母空中编制不仅只有战斗机, 一共80多架飞机都有着自己的任务, 其中包括空中加油和反潜机, 侦察机, 海鹰直升机运送人员和物资等等, 所有这些飞机加上航母自身都只为了一个目标向前推进, 其中担任最主要攻击任务的就是FA-18, 这只大黄蜂是一个价值3800万美金的高科技怪兽, 它也是航母上最小的飞机, 只有17米长, 4.57米高, 12米一展, 细长的机舱尽显它简洁的设计风格, 配备并联的双发动机, 重达9.5吨, 这个重量只有其他战机的一半, 机身由先进的铝碳合金等制程, 在美国海军里只有刚刚超过1000人有资格飞行FA-18, 要想成为大黄蜂的飞行员, 需要在距离前线几千里远的后方进行严格的训练, 在加州中部一个安静的农区, 文莫尔海军机场是海军最新最大的战斗飞行员训练中心, 周围的平地一眼无边, 飞行员在这里经过基本训练学习如何飞行FA-18, 最新的课程包括300小时书面和至少300小时的模拟飞行, 在此之前他们连走进大黄蜂机舱的资格都没有, 为了让一般飞行员成为精英的FA-18飞行员, 训练者对他们的训练比其他编队要严格的多, 一年18000个小时的飞行时间超过很多人的想象, 这里大约有100人的各种类型飞行员同时接受训练, 其他飞行员一年中只有一万两千个小时的飞行时间, 对比之下, 赛艺飞行员一年只要飞行大约5000个小时, 自从1980年第一架FA-18装备后, 文莫尔这个训练基地被称为黄蜂之家, 这里几乎是365天都笼罩着FA-18喷气发动机的吼叫, FA-18比以往的战斗机要复杂得多, 在1960和1970年间, 美国海军在航母上主要起飞两种飞机, F-4是一个非凡的高速有力的战斗机, 它为空队空作战而设计, 时速可达2414公里每小时, 携带一组死亡武器, 另外还有A-7这样一种稍慢的攻击机, 可一次投掷共计6.8吨的炸弹, 这两种飞机一起参加了成百上千场战斗, 足迹遍布全世界的每个角落, 到了1980年中期F-4和A-7已经老到几乎无法使用, 于是美国海军需要一种全新的战机有能力参加现代战争, 它们设想以FA-18同时取代S-4和A-7, 即战斗和攻击于一身, 从而节省航母上紧张的空间, FA-18是第一种以FA命名的空地两弄机, 意思就是即战斗机和攻击机于一身, 这是世界上最灵活的战斗机, 它的最高时速可达1.8马赫, 飞行高度可达13000米, 机翼边缘和尾翼稳定气流, 而可在大范围内转动的水平一和尾舵给予大黄蜂灵活的性能, 从1986年开始大黄蜂就被选为蓝天飞行表演的飞机, FA-18的速度和操纵性使得它们可以玩更多的新花样, FA-18可以做到急转弯和快速旋转, 过去的F-4可挂装成战斗机或是攻击机出去作战, 而FA-18可同时执行这两种任务, 它的好处就是可以携带很多种武器, 分别是一间两个, 一下四个, 近期到侧臂两个, 击负中线一个, 该机保留了YF-17的一间响尾舌空空导弹挂架和机头机炮, FA-18战斗攻击机外部能携带13700磅弹药, 两个一间挂架可挂两枚N9L空空导弹, 两个外衣挂架可带空对地或空对空武器, 包括N7麻雀空空导弹, N9空空导弹, N120空空导弹, AGM-84反舰导弹, AGM-65空地导弹和AGM-88A导弹, 两个内衣挂架可带副油箱或空对地武器, 位于发动机短舱下的两个挂架可带麻雀导弹, 或马丁玛丽埃塔公司的ANAS-Q173激光跟踪器, 攻击效果照相机和ANAS-38前视红外探测系统吊舱等, FA-18在头部安装有一门M6120毫米六管机炮, 机炮口就在机笔雷达上方, 机炮射击时的震动并不会损坏雷达, 一间射击时, 风挡前的机炮口火光也不会伤害飞行员的眼睛, 飞行员可选择4000或6000发每分钟的发射速率, FA-18的多用途性能最终使它成为航母上的主战机型, 在航母的甲板上, FA-18持续地经受由粗暴降落而导致的压力, 它的起落架非常粗壮, 让它可承受大约250米每分钟的下降速度, 在航母上降落一架FA-18, 就好比让一辆240公里每小时行驶的重卡在三秒内完全停下, 大黄蜂搭载的是两台通用电器的F404引擎, 每台引擎能动发出18000磅推力, 将水星探测器发射升空的火箭的推力也只是它的4倍而已, 这种双发设计是为了保险起见, 当一个引擎损坏, 另一个还能继续维持飞行, 大黄蜂高速转弯时可造成7.5G的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飞行员的身体要承受1500磅的向下压力, 因此飞行员要接受离心机训练, 以更好的适应FA18上的强距压力, 同时他们穿上一种特制的巨幅, 巨幅的用处是当你处于高距状态时, 巨幅给肌肉一定的压力, 从而使一部分血液回流, 阻止出现昏迷, 离心机训练的过程中, 一开始大约在5到6距之间, 此时你可真正感觉到脚、腿和胸口上的压力, 同时还要让飞机保持在规定的航线, 为了维持灵活的操纵性能, FA18装备了计算机控制的fly-by-wire系统, 接收飞行员摇杆的指令后有几台电脑同时处理, 以决定哪些表面做动作, 如果两台以上的主控电脑失灵, 飞行员可以手动收回一些最重要的控制, 如果飞行员发生了事故无法行动, 计算机就全权掌握飞行, 自动稳定飞行姿态, 这种先进的飞行控制系统是FA18与其他过去的 和现在的舰载机之间最重要的区别。 FA18大黄蜂是一款超音速多用途战斗机, 主要的特点是可靠性和维护性好, 生存能力强, 大仰角飞行性能好以及武器投射精度高, 它取代了号称航母甲板之王达30多年的F-14, FA18比F-14少50%左右的零部件, 部件少意味着保养容易, 航母甲板下层是修理舱, 出现问题的飞机都被拖到这里, 技术员确保以最快的速度送它们重新上天, 这里大约有40名工作人员可以维修航空发动机, 通常FA18不飞和不休的时候, 要不存在机库里或是并排放在甲板上, 航母甲板上80架以上的飞机同时起飞降落, 其繁忙程度难以想象, 飞行员跟从甲板工作人员的指示去移动飞机, 这种地方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场所, FA18飞行员必须随时注意跟他们的地面领航员同步, 用一种特立的手势信号互相交流, 为了节省甲板空间, 即使是直升机的螺旋桨也可向后折叠, 但FA18只能将一间向上折叠, 地面领航员将飞机指挥移置定位, 随后另一组人马上把飞机锁定, 停机的地方也是由专人安排, 这些人身穿黄色衣服, 被称为Handler, FA18在降落后就马上由Handler接手控制, Handler用一种复杂的铁片、 螺丝等组成的系统随时更新每架飞机的状态, 另外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是监视飞机的油量, FA18的油箱必须加满后才能下令起飞, 加油和回收油是一项特别的任务, 有一组经过特训的紫衣人员操作, 超级大黄蜂有一个缺点就是油箱太小, 只有1600加轮, 为了增加航程, 它可以加挂三个副油箱, 这些副油箱影响飞机的灵活性, 但是可以随时抛掉, 加上机内油箱, FA18一共可加大约2500加轮JP-5燃油, 在通常的巡航中一小时45分钟内就能用掉所有燃油, FA18的加力燃烧喷出的尾流非常热, 以至于甲板上的隔离板要用加强水泥制造, 为了让饥渴的FA18有足够的油喝, 航母必须携带大量的JP-5燃油, 如此多的燃油以至于它们也被用来保持舰体平衡, 在六个月的时间里, 一艘航母上的飞机可用掉1200万加轮JP-5, 为了维持飞行, 航母每隔7到10天就需要邮轮补油, 加满油的FA18中队, 一天可飞行近百个任务, 近距离作战是现代战争中不可缺少的任务, 这也是飞行人必须掌握的课程, 首先他们穿上战服, 起飞前飞行员亲自检查飞机确保一切正常, 当所有的舵、水平翼和垂直翼都检查完成, 飞机开始滑行, 挑战的一方需咬住对方的尾巴, 然后锁定目标, 防护方需承受高强的距离高速回转以甩掉对方, FA18装备的最强空对空武器是M-ROM高级中程空对空导弹, M-ROM可以远在尸程之外发射, 不论任何天气、白天或黑夜, 它的低燃火箭发动机可以避免被敌人发现, RMM自备主动雷达跟踪器, 和M-ROM一样可怕的是A-9响尾蛇短程空对空导弹, 它的跟踪装置是180度前望式红外探头, 用来发现核追击目标, 它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可以使它转向, 飞行员甚至可在FA18上遥控, 使这一整套武器系统更致命的是FA18驾驶舱内的显示装置, 它可使飞行员不用低头并且手不离操纵杆的情况下就能完成多种操作, 有了先进的驾驶舱设计和Fly-by-wire飞行控制, FA18飞行员比其他机型的飞行员更自由灵活, 这种飞机上天以后你会觉得你自己也成为飞机的一部分。 海军飞行任务中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在航母的甲板上降落舰载机,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大黄蜂飞行员, 首先必须完成模拟器的练习, 完成模拟器降落之后学员们开始在实验场地练习, 这里模拟的航母甲板降落信号区, 具备绳索、距离标志以及航母上同样的信号灯系统, 这套光学降落系统给飞行员提供可视的高度、坡度等重要信息, 这个模拟跑道有4500米长, 让飞行员有足够的降落空间, 但是在尼尼兹级航母上只有短短的166米, 为了让飞机停下来, 他们必须勾住四根栏组索中的一条, 相当于把飞机降落在13米的盒子里, 如果没有这样的捕捉装置飞机将会直冲入海, 在15秒内降落266米, 飞行员必须保持飞机头部向上, 并保持正确的姿态和下降角度, 最小降落速度为150级, FA-18的飞行员可以说是在瞄准绳子而不是降落飞机, 碰到甲板后飞行员需立即加大马力, 假如万一没勾到拦桌索就会再次飞上天绕上一圈回来再是一次, 在白天飞行员至少还能看见甲板, 但是晚上航母只开有限的几盏灯, 以避免成为敌人的明显目标, 液态蒸汽棒发出细小的光芒, 剩下的甲板尽量保持黑暗, 从远处看航母就像一个针孔大小的光点, 飞行员一般降落甲板完全平的是一种直觉惊艳, 无论白天黑夜, FA-18和其他飞机都被控制中心监视着, 在舰桥最上方是空中老板, 管理着飞机的起飞和降落, 所有FA-18的信息, 包括起飞和降落都经过空中老板处理, 空中老板和小老板都是飞行员, 这样他们更了解整个系统, 即使是船长, 他也是飞行员出身, 使得航母成为至高无上的浮动空中基地, 航母一共有40多个武器库, 船员在准备FA-18的挂弹, 大黄蜂可以选择两种不同类型的炸弹和导弹, 炸弹组装好由电梯送上甲板, 武器小组开始接手, 接下来他们需要纯人工将弹药挂上飞机, 如今的炸弹多加了一层隔离层, 可以在短时间内忍受很高的温度和明火, 炸弹只在飞机起飞以后才会进入战斗状态, 飞行员在FA-18的驾驶舱内拨动开关来激活炸弹, 为了精确地支援地面, 大黄蜂还另加了激光和GPS制导武器, 一种个头很大的精确制导炸弹挂在FA-18机翼下部中央, 发射后它会打开两个小翅膀, 使得导弹可以滑行至目标, 由离地只有几英尺的超低空接近目标, 然后释放威力巨大的一组子炸弹, 以次性摧毁多个目标, FA-18空对地训练中最有意思的课程是实弹演习, 飞行员们在遥远的测试区测试它的真实能力, 定点锁定目标然后投下实弹, 使得FA-18空对地武器有如此巨大威力的是最新设计的一些瞄准跟踪系统, FA-18还使用装载机首非常高级的雷达系统跟踪目标, 这些独特的系统使得飞行员只按一个按钮, 就可以由空对空模式转为空对地, FA-18在现代电子战中距于最前线, 它能显示卫星数据、雷达、地图和武器信息, 同时可被航母上的协同作战人员看到, 在前线飞行的FA-18是整套作战系统的眼睛和耳朵, 超级大黄蜂是在大黄蜂原型的基础上设计的, 它比A到D的型号长了三英尺, 它的构架不同点包括钻石型进气口和犬牙状机翼, 并且比大黄蜂自带多35%的燃油, 同时它加长了的机翼多了两个武器位和附油箱, 这就是更大,能力更强, 今后它一定会比早期大黄蜂更令人瞩目, 好了这就是航母甲板的主流战机大黄蜂。 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装直升机, 这是专为单一用途所设计的长弓阿帕奇, 找出敌军并加以歼灭是它的目标, 它号称坦克杀手, 也是全世界速度最快、行迹最隐秘的攻击直升机, 它是美国陆军主力武装直升机, 现已被世界上13个国家和地区使用, 阿帕奇以其卓越的性能, 优异的实战表现, 自诞生之日起, 一直位列世界武装攻击直升机综合排行榜第一名, 建造这种世界顶尖战备需要一流的制造工厂, 这里是位于亚利桑那州美沙的波音阿帕奇工厂, 这座20万平方米的研究与制造生产中心, 相当于7个城市街区的面积, 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太阳谷有着宽广的开放空间, 都是飞行的好天气, 整个工厂严格保密, 美沙工厂一年要生产40架阿帕奇直升机, 这种高科技直升机目前有数千架在世界各地作战, 每一架都是在这座工厂制造, 并且完全手工打造, 这里不用机器人装配, 巴敦众的阿帕奇有着很多零件, 所有零件都是工人用工具徒手装配而成, 要组装阿帕奇直升机的160名员工必须客进职守, 因为直接关乎着飞行员的生命安全, 阿帕奇是一架攻击直升机, 它要做到其他直升机做不到的事, 要耐得助敌军地面炮火的攻击, 速度要足够的快才能发动闪电攻击, 动作要足够敏捷才能完美的逃离险境, 还要像刺客一样隐秘, 配备致命火力和尖灯科技, 完美的制造过程从这些空骨架开始, 每个月会送来多达六副骨架, 首先它需要有两具强力的引擎, 共3600马力, 其次是地狱火导弹, 它能从8公里外穿透5厘米厚的装甲, 以及强大的链炮和超敏感的瞄准系统, 最后还有高科技的雷达系统, 等到出厂的时候整架阿帕奇将超过8吨重, 阿帕奇在工厂里一共要通过15个站点, 历时三个月的组装时间, 美军对阿帕奇这种攻击直升机的需求 可回溯到20世纪70年代, 这是对当时直升机缺点的反应, 休伊直升机是一架人员运输机, 而且只能在白天飞行, 很容易成为地面炮火的目标, 从1959年到1975年, 有5000多架休伊直升机在战争期间遭到击落, 直到战争结束后美国意识到需要改良全新的直升机, 那就是造一架攻击直升机, 专为武装武器而设计, 可以在夜晚飞行搞突然袭击, 不畏惧恶劣的天气条件, 还要耐得住敌人的炮火打击, 要制造出这么完美的直升机, 是波音工厂要面临的挑战。 在全球最牛批的武装直升机阿帕奇的制造工厂里, 首先就是帮阿帕奇装上坚固的外壳, 装甲是这种低空飞行攻击直升机的必备条件, 所以在工厂的前五站里都是装甲零件的装配, 安装阿帕奇的高科技装甲始于非常低科技的过程,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打螺丝, 数以千计的锚钉接合着阿帕奇的各部分金属外壳, 锚钉用得越多,机身就越强韧, 这些打螺丝的每天的工作时间高达八九个小时, 但是他们认为辛苦是值得的, 外壳是以轻量的铝板组成的, 这样能使阿帕奇飞得更快, 操控起来也更加的容易, 接下来要准备敷上装甲了。 为了尽量让阿帕奇完全防弹, 工作人员要加强直升机的外壳, 特别是燃料箱部分的外壳尤其重要, 只要这个部分重弹, 整架阿帕奇直升机就会在空中起火, 但是工厂研制出保护阿帕奇及其飞行员的好办法, 在阿帕奇装配线的第六站, 工人在机身内部涂上三层防弹和隔绝其他投射物的保护层, 这个看似包装盒的东西其实是一种特制的材料, 名为防弹泡沫塑料, 它能很好地吸收来自飞机外部撞击而来的能量, 下一层防护是在这种防弹泡沫塑料外涂上特制的树枝, 这种树枝填充物能在阿帕奇的油箱受到撞击时, 隔绝可能助长火势的气囊, 然后趁着树枝还没有干燥, 工人再给其附上最后一层防弹材料, 这就是比钢铁还坚韧五倍的人造纤维凯夫拉, 它也是用来制造防弹对心的材料, 用在阿帕奇上面它就是燃料箱的装甲, 加装它是一件费力耗时的事, 并且化学物质的气味呛敌, 这样三层防护包裹着阿帕奇的整个肌腹, 这层装甲非常厚实, 它完全就是飞行员的盾牌, 但即使有了这些保护, 阿帕奇还是会有弱点, 其中两个主要的燃料箱装满375加能的高新栏质燃料, 只要被炮弹打穿装甲机身, 阿帕奇就有可能起火燃烧, 因此它还有另一道安全措施, 确保在中弹时避免燃料箱爆炸, 那就是用来制造燃料箱的橡胶还有一种特殊的自动封闭剂, 当它被30毫米口径子弹击中后也能自动愈合, 接下来工人将大燃料箱塞进一个小空间里, 首先撒下滑石粉, 然后将燃料箱捆扎结实放进去, 在燃料箱的上方正在安装飞行员的保护措施, 他们试图将驾驶舱打造成一个固若金汤的简, 就连座椅也有层层保护, 全是凯夫拉材料制造, 不管从任何角度都能防弹, 驾驶舱的玻璃也是防弹玻璃, 驾驶舱可耐受23毫米口径枪炮的直接攻击, 即使阿帕奇受创严重, 飞行员不得不迅速逃生的情况下, 爆破所能引爆小型炸药装置, 从而炸开侧面的窗户便与飞行员跳伞求生, 这些功能也都是经过实战检验过的, 阿帕奇从1983年开始生产, 初次实战测试还是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 回到工厂, 每架阿帕奇在各个站点都要待上三天时间, 这里被称之为麦动式装配线, 意味着每移动一架直升机, 其他直升机都要同时以往下一站, 不过直升机的移动全靠人力推进, 在阿帕奇的防护装甲安装完成后就要提升它的另一项耀眼的性能了。 阿帕奇估计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直升机了, 在面对敌军炮火的同时迅速出入战场, 它能在4.6秒内从时速0加速到100公里, 可以说比保时捷跑车还要快, 但是阿帕奇的重量达到8吨, 所以它需要更加强力的引擎, 位于美沙的波音阿帕奇工厂第十站, 这具引擎超过1800马力, 几乎和一辆柴油火车头的引擎无异, 这是耐操耐磨的涡轮轴引擎, 常用于坦克、火车、轮船和黑鹰直升机上面, 这个基本引擎是通用电器公司生产制造, 但是波音工作人员要加装燃料管和外部接线等零件, 接着由掉臂掉起200公斤重的引擎就位, 安装过程很简单, 引擎和机身只有三个结合点, 这样确保在战场上只需要30分钟就能更换引擎, 一架阿帕奇有两具引擎, 驱动它达到最高时速320公里, 两具引擎分别位于机身的两侧, 其中一具引擎则是备用品, 只有在另一具引擎损坏时才会派上用场, 即使它的引擎被击中仍然还能继续飞行40分钟, 但是如此强力的引擎也让飞机变得很热, 这样就成为敌军寻热导弹的火靶子, 于是技术人员想出了解决办法, 这是一套使用特殊设计的抑制系统, 其细节部分是军事机密, 反正就是能让引擎排出的热气混合阿帕奇周围流动的冷空气, 它能让排气管周围9米内的热度和吹风机差不多, 这样就让热导弹不易追踪, 同时若发生一具引擎着火, 百叶片会自动关闭, 阻隔空气流入达到灭火的功能, 建造一架阿帕奇需要很多零件, 工厂的配送中心储存着数百万的零件, 但是这里却只有少数工人, 他们负责24小时分类, 电脑系统从数万箱零件里挑选所需, 再由工作人员配送到各个工作站, 在将近25天的时间内, 阿帕奇已经来到第十站, 工作人员安装了动力组件与防护措施, 但是攻击直升机的首要任务是攻击性, 所以接下来就是加装武器系统的时刻, 阿帕奇主要有三套武器系统, 其中包括地狱火导弹, 它能从8公里外穿透5厘米厚的装甲, 还有可各自发射19枚火箭弹的海神火箭, 要瞄准更近的目标时就使用机炮, 这是30毫米的链炮, 射程可达1.6公里远, 机关枪能发射1200发子弹, 发射速度为每分钟600发, 连接好后的链炮不管飞行员看向哪里, 机关枪的枪管都会跟着移动, 至此阿帕奇已经有了装甲, 引擎和武器, 接下来要加装的是尖端科技系统组件, 当海湾战争结束后, 美军发现阿帕奇有落伍的危机, 当时他缺乏与地面部队分享信息的现代化电脑系统,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 他们开始改造这套高科技系统, 首先淘汰了1200的开关, 以表盘和操纵感, 取而代之的是完全数字化的驾驶舱, 以及配备超强功能的新电脑, 还有瞄准、雷达和夜试用荧幕, 这些高科技装备的配线很多, 因此工人首先安装收纳配线的航电舱, 整架阿帕奇的配线长度达到13公里, 相当于43座爱菲尔铁塔所用的线路总和, 工作人员一边接线一边查探说明, 这里不能出现一根线路错误, 阿帕奇直升机上有1500个接合点, 每一条线路都要经过测试有无故障, 完成配线的连接需要4个小时, 但是测试配线只需要25分钟, 所有配线通过测试之后, 接下来它就要成为地面部队的空中监视器了。 工人正在安装全球最强大武装直升机的基比, 基比炮塔的瞄准系统配备了影像摄影机, 望远镜和夜视感应器, 以及功能强大的雷达系统安装在主旋翼上, 首先工作人员需要在两侧的航电舱各安装三部电脑, 他们用来处理驾驶舱内屏幕上的所有资料, 接下来再在驾驶舱内安装电子显示器, 最后在掉臂的协助下安装好基比, 阿帕奇是用基比来探路, 内含高性能的瞄准系统, 可让飞行员的视线往前扩展到20公里以上, 整座炮塔能向两侧旋转120度, 上层炮塔有摄影机和望远镜供炮手白天使用, 但是在底部安装有夜视感应器, 这可以让阿帕奇在漆黑的夜晚搜寻和攻击敌军, 就像白天一样简单, 飞行员利用摄影机和感应器从内部的屏幕中看到影像, 并从目镜中获得飞行环境热影像, 飞行速度、高度、方位以及目标位置, 最新型号的阿帕奇还有一种功能更强的工具, 那就是长弓雷达在战场上空, 这种雷达可扫描空中360度范围内的物体, 以及地面270度范围内的物体, 长弓雷达可分析接近的物体是坦克、卡车或者飞机, 甚至能分辨是敌视友, 只要比对雷达信息和资料即可, 由于这个半球体位于阿帕奇的基顶, 因此它可以隐藏机身不被发现的同时还能扫视周围的情况, 然后4级发射导弹并迅速撤离而不被敌人发现, 回到美沙的波音阿帕奇工厂, 在装配线的第10站, 工人用10吨重的吊臂将尾翼抬到规定位置, 没有了尾旋翼, 直升机就会原地打转, 尾旋翼是反作用力, 飞行员通过增减尾旋翼的动力来操控直升机, 但是旋翼的声音太大了, 这样就有可能远远的暴露目标, 解决办法就是给阿帕奇安装十字形交叉的双旋翼, 旋翼的倾斜角度不同, 好让每根旋翼的噪音互相抵消, 这样一来两个旋翼就比一个更安静了, 接下来阿帕奇需要准备加装升空的最后一个零件, 就是这个主旋翼, 主旋翼的蒋翼旋转能让阿帕奇在空中停留, 它的重量有280公斤, 要想承载巨大的重量必须要足够坚硬, 还必须承受各种特技动作带来的承压, 于是他们采用固定式微旋转轴轮毂, 工人将旋翼装在轮毂上, 并用4个V型支架固定在直升机上, 只要4根螺丝就能完成轮毂和旋翼的固定, 驱动旋翼的主动轴穿过轮毂, 所以吸收飞行动作产生的震动, 轮毂让阿帕奇可以俯冲, 翻滚或急转弯也不会产生危险, 这些操控性能在2001年的阿富汗战场上得以验证, 并且做到了不用燃油仍然可以飞行40分钟, 回到工厂, 最后工人还需要为阿帕奇加装升空的最后一个零件, 这是价值超过6万美元的旋翼, 每片旋翼的长度达到了6米, 在飞行当中阿帕奇的旋翼转速是每分钟1200转以上, 提供所需的生力, 攻击直升机的旋翼要足够耐用才能承受炮火的攻击, 制造它的材料是钛金属, 前原则是不锈钢材质, 钛金属比钢铁还坚硬, 但是重量只有钢的一半, 并且不会腐蚀生锈, 它能承受极端的冷和热, 可以承受一次又一次的撞击也不会裂开, 子弹可以直接穿透叶片, 但是不影响阿帕奇的正常飞行, 30分钟后悬翼安装完成, 接下来阿帕奇还要经过一系列的测试才能交付, 工人检查零件有没有瑕疵, 飞行员和技工还要平衡悬翼, 确定旋转起来完全正常, 接下来让引擎全速旋转, 测试内部的所有系统运转, 接下来波音的试飞员开始升空测试, 包括垂直起降,侧面飞行,倒退飞行以及空中盘旋, 一旦通过盘旋测试之后, 就开始准备正式飞空, 接下来就是挑战极限加速功能, 好了这就是三个月时间组装的世界最先进攻击直升机长弓阿帕奇。 随着一连串的爆破, 一艘号称永不沉没的海上机场, 正在终结它毕生最后的使命, 突然船身出现严重清醒, 这让爆破小组异常紧张, 如果它翻轻而下, 就无法成为海底的人工旅交, 这就是长达277米的奥利斯坎尼号航空母舰, 它的一生充满着曲折坎坷。 今天就走进美国超级航母的拆解现场, 看看这艘庞然大物是如何被炸入深邃的彭萨科拉外海。 众所周知, 建造一艘航母至今都是很多国家难以逾越的鸿沟,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击沉一艘航母却同样难如登天, 在经历了长达八个月的拆解之后, 这艘秀气斑斑的奥利斯坎尼号航空母舰正在与阳光坐着最后的告别, 缓慢沉没海底, 它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最大的人工余胶。 几个世纪以来, 无数的船只被战争摧毁或被凿沉以制造人工余胶, 但是从来没有人把航空母舰变成余胶, 退役30年后的奥利斯坎尼号, 被美国海军确定为人工余胶计划项目的首选舰船, 击沉地球上最大最复杂的战舰之一, 将考验世界上最好的海上拆船人员的技能, 他们的目标是用炸药击沉这艘航空母舰, 但你不可能在航空母舰上扔几颗炸弹完事, 因为它能在任何情况下保持着漂浮状态, 并且这是一艘绝密的战舰, 美国海军也不想让设计落入他人之手。 奥利斯坎尼号航母于1944年5月在纽约布鲁克林造船厂开始建造, 并在未完工的状态下, 于1945年10月13日下水, 这是自战争结束以来美国完成的第一艘主力舰, 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近两个月, 美国海军经费开始大幅削减, 再加上美国海军已有多艘在意的航空母舰, 这使奥利斯坎尼号成为一艘多余的军舰, 至此原本是太平洋战争中最现代化的舰船, 但直至战争结束也未曾出过海, 然而随着喷气机时代的来临, 美国海军给予为现有的埃塞克斯基航母进行现代化改舰, 使之可更有效的起降喷气机, 1946年8月22日, 美国海军下令奥利斯坎尼号停止建造, 以预备用作现代化改舰的原型舰, 1952年5月16日, 奥利斯坎尼号前往诺夫克搭载军资, 然后前往美国西岸, 由于改舰后奥利斯坎尼号无法通过巴拿马运河, 于是要绕到航行南美洲, 在7月21日抵达新的母港圣别哥, 并加入太平洋舰队, 之后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扮演着重要的战略性角色, 为了最终击沉这艘战船, 工程团队需要进行数月的拆除和切割处理, 为最终的爆破做准备, 该团队将每周工作7天, 并且只有8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 这是一艘极其复杂的舰船, 它就像一座漂浮的移动城市, 里面装满了你能想象到的各种补给和服务设施, 它能一次性供应20600名船员, 在海上生活和战斗几个月所需的一切。 这艘秀季斑斑的奥里斯卡尼号是个超级大块头, 它长277米,宽44米, 满载排水量达到36380吨, 在沉睡了近30年后, 终于迎来魂归大海的时刻。 这艘超级战舰包括四个厨房、 住宿区、医院、机械车间和雷达装置, 甚至从牙科诊所到理发店, 从休闲店到电影院一共数千个房间应有尽有。 拆解团队成员目前已经在航母上面搜寻了三个月, 每天大约十个小时, 他们仍然能不断地发现以前从未见过的房间, 因为经过30年的存放, 这艘航母早已年久失修破败不堪, 船上布满了含尖涂料、卷材、航空燃料, 以及有毒的石棉和多氯联本, 这些物质必须要在航母被炸沉之前全部清除干净, 这样才不会危及海洋环境, 同时还要尽可能地回收航母的可利用资源, 并严格治理周围海峡的环境。 几个世纪以来, 世界各地的人们一直在创建人工珊瑚礁, 当废弃的船只沉没时就会形成人工鱼礁, 经年累月之后就会长满藻类, 或者成为贝壳或小型鱼类栖息的海底别墅, 如今这种环境还吸引了锤吊和潜水运动爱好者的打卡景点, 也成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 最终佛罗里达州赢得了竞标, 奥利斯卡尼号最终将在这里沉入海底。 从1976年9月开始, 奥利斯卡尼号历经了两次退役, 直到1989年才最终从海军登记中除名, 但是他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 为美军发挥着不可谋灭的积极作用, 早在1952年9月15日, 奥利斯卡尼号离开圣迭戈, 前往西太平洋参与朝鲜战争, 此时正在日本海直勤的奥利斯卡尼号重编为攻击航母, 朝鲜战争后他又进入船厂维修, 改善了飞行甲板的降落设备, 然后留在禁岸训练。 1965年4月5日, 奥利斯卡尼号前往西太平洋做首次越战巡航, 5月8日奥利斯卡尼号开始在南越外海执勤, 同时为美军及南越部队提供空中密接支援, 在此期间奥利斯卡尼号继续支援南方的地面部队, 并参与滚雷行动各项轰炸, 这些轰炸任务包括针对老挝东北顾北越游击队的横滚行动, 以及老挝东南部胡志明小道的钢虎行动, 除反导弹作战外, 奥利斯卡尼号持续担负着切断北越补给线的任务, 1965年10月17日, 奥利斯卡尼号与独立号一同空袭了中国边境的高速公路, 当日独立号还摧毁了河内东北的一个防空导弹阵地, 为铁手行动的首次成功, 直到1976年9月20日, 奥利斯卡尼号终于退役, 并由拖船拖往普吉湾封存, 为了节省成本, 美国海军没有为奥利斯卡尼号做退役前翻修, 更没有派船长员工协助封存, 全邮舰上水兵自行负责, 由于封存措施不善, 奥利斯卡尼号仅在封存半年后, 舰体多处便开始出现秀石, 数年后更开始渗水, 经过两次失败的拍卖后, 他最终被美国海军定为人工余胶计划项目的首选船只, 他与瓦利斯卡尼号航母的命运截然不同, 他很快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工余胶, 工程团队为此要进行清理和爆破两大阶段进行施工, 施工经理唐赫林是美国海军批判而来, 确保拆解航母的每项工作都符合严格的环境标准, 唐赫林必须检查船上的每一平方米, 寻找有毒废弃物, 为此他要爬行于这艘航母的565个水箱和数千个房间, 这些空间有的大如飞机, 有的小如棺材, 但清洁只是工程项目的一半, 沉船前的探索工作也是关键环节, 这项任务涉及船体的平衡, 容纳水的位移量以及水流方向等各种因素, 奥利斯卡尼号是个277米长的超级庞然大物, 这么大的巨舰需要牢固的技博才能固定, 它用几十根绳子固定在码头上, 其中最有效的是这些巨大的链条, 有两条链条连接着重达15吨的锚, 每一个都埋在地下8米处, 首先要拆除的就是这些东西, 否则这艘航母无法被运往外海炸沉, 同时在船舱内部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比如船上的灯光,25000盏长度约38000米的灯带, 其中每隔三米就有一个, 另外船舱内还有沉寄了几十年的油垢, 以及29吨含铅油漆需要清除, 光这些物质用了近50个集装箱才装填完毕, 炸弹升降机曾经用来提高它的火力效率, 如今这些通道成为拆除它的关键, 就像在煤矿场工作的矿工一样, 爆破队利用这些竖井深入船体, 引擎室是最有毒的化学物质和危险物质的藏身之处, 其中每一层都要清理掉顽固的油污, 唯一的办法就是极端压力的水力清洗, 它们利用超过一万磅高压水枪进行挤压喷射, 它们不仅要在狭小的空间里工作, 船舱里的温度甚至高达45摄氏度, 甚至没有一丁点气流, 稍有疏忽便有发生爆炸或跌落船舱的风险, 虽然有着巨大的风险, 但是还是有所回报的, 美军制造航母所用的超高质量的金属, 它们都会拆下来进行变卖, 这些金属包含黄金、黄铜和铝。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没有一艘美国海军航空母舰在行动中被击沉, 要让一艘海军航母沉没, 首先需要突破由护卫舰甚至潜艇组成的防御系统, 如果攻击者成功通过这些致命的防御武器, 它们还将面对十厘米厚的装甲钢板, 航母内部包含了一千多个房间, 每个房间都可以被单独漂浮起来, 因此只有核弹和核潜艇这样的武器, 才能对其造成致命威胁, 因此航母的出现。 它为二战提供了一个高度机动的空军基地, 并为最孤立的战斗需求提供持续的空中攻击, 从而彻底改变了现代化战争方式, 但奥里斯卡尼号曾经却差点毁于一旦, 1966年10月26日早上, 奥里斯卡尼号开始派出飞机执勤, 正当预备派出更多飞机之际, 两名水兵在武器库传递武器时, 意外点燃了一支美制空头照明弹, 在慌张之下将其丢进位于右衔前方的武器库, 照明弹随即点燃了库内另外700多枚的同型照明弹, 从而引发大火, 仅在几分钟后武器库发生猛烈爆炸, 火势迅速蔓延至整个前部机库, 更一度破进弹射器的液太阳储存库, 而农烟则布满附近所有人员通道, 使多人在舱房被困甚至窒息, 奥里斯坎尼号立刻终止飞行作业, 并开始总动员灭火, 舰上的自动灭火系统也及时启动, 在所有人员的奋斗下, 大火在燃烧三小时后才被扑灭, 这次意外一共造成44人死亡, 38人受伤, 死亡人数中有24人为飞行员, 由于舰体严重受损, 奥里斯坎尼号及时终止巡航, 并进入旧金山海军船厂进行维修。 工人正在拆除的是航母的右衔电梯, 这里是用来升降战机的地方, 美国海军在建造航母时已经对其进行了精心的设计, 以确保奥里斯坎尼号永不沉默, 所以要诈尘一艘航母需要高超的拆除工程技术。 下沉计划是操作中最关键的部分, 在拆解队开始工作之前, 还有一个地方需要检查, 那就是航母的底部区域, 这里是放置炸药的关键位置, 潜水队将按照图纸上规划的124个点位下潜, 并计算每个管道的进水量, 稍有插持航母很有可能发生倾斜并无法被炸沉。 潜水员在水下15米的地方工作, 能见度几乎为零, 他们很有可能会丢失氧气罩失去氧气, 因此每个人都是在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作业, 接下来轮到爆破小组接手, 他们将在巨大的舱室中选择要炸毁的阀门, 并在船上22个关键点位上, 放置数量精准的炸药, 这些阀门和管道直接通向海洋, 让压载水进入舱室, 炸弹的放置都至关重要, 将炸药放置在错误的位置, 或者使用不正确数量的炸药, 都有可能导致船体不均匀的下沉, 甚至出现翻滚或者轻浮, 因此他们使用双重冗余系统来确保所有炸药一起引爆, 目标是将航母的控制塔下沉到位于水面以下17米处, 这样它就能形成水下完美的网红潜水打卡点, 如果在爆破的过程中有未能引爆的炸药, 这在今后都会危及到潜水者的生命, 爆破任务还没开始便迎来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 很多雨水渗入船舱内部, 一旦水量上涨, 船舱内的电缆就会成为潜水员的噩梦, 它们极有可能会缠绕住潜水人员, 因此拆除小组需要尽快将电缆及很多障碍物拆除, 这些缆线的总长度达到了惊人的500多公里, 这些电缆中含有多绿莲本等有毒物质, 所以并不能一把火烧掉完事, 只能由工人纯手动拆除, 眼前的这一处一个工人用了五个小时还没有拆完, 接下来这艘航母要被运到佛罗里达州的彭萨克拉外海进行爆破, 全程1000公里, 接下来将固定航母的八个巨型船矛挖了出来, 连同数千英尺的矛链一起被装上飞行甲板, 他们将在下沉之日成为海底锚定奥里斯卡尼号的重要工具, 接下来的几天所有拖船和人员整装待命, 等待最佳出海时机, 当风速高于每小时40公里时, 他们在海上拖着这艘装满炸弹的航母就有失控的风险, 因此必须在没有风浪的天气里才能行动, 所有人都很焦急, 因为光这些拖船每天的花费就高达10万美元, 每艘拖船每天就要耗费7000加仑的燃料, 终于在几天的等待之后, 也迎来了他最后的起航时刻, 工人利用鸽枪将所有固定航母的设备切断, 由于提前拆除了超过1000吨重的金属和设备后, 这艘航母也变得更加轻盈, 它在水面上的高度显然又更高了, 在经过港口桥梁的时候需要特别小心, 中途突然出现拖揽断裂, 巨大的航母在没有动力的情况下随波漂流, 好在船员们用力拉车链条才将其重新连接到拖杆上, 在抵达彭萨克拉外后, 最后的危险阶段也随之到来, 奥里斯卡尼号的侧护系统设计让它难以沉没, 以及前后共有四个油箱, 即使第一个油箱受到攻击, 后面的油箱仍能保持密封, 为了让船体能够迅速均匀地下沉, 团队在这些油箱中注入了15000吨水, 为了让海水均匀快速地填满船舶, 必须精确地切割双层色防护水箱和后缸壁, 当水逐渐填满船舱后, 炸药的引爆又受到了威胁, 于是要将引爆区域的水抽干, 然后炸弹小组在迷宫般的船舱内铺设引线, 22枚炸弹将通过10英里的引线连接并延伸至飞行甲板, 旁边的这艘小船上有控制炸弹点火的电子中心, 这艘14米长的船会在海面漂浮, 然后启动点火系统并开启电缆切割器, 在支援船上有一个副本系统, 将用于记录和验证每个炸药的引爆情况, 现在所有的炸弹也安装到位, 拆除小分队也将完成最后的清理工作, 稍有不慎就会引爆炸药导致航母在码头沉没, 那么很多人都会丧命, 一切准备就绪后, 奥里斯坎尼号离开码头前往最后的安息之地。 距离彭萨克拉40公里的地方, 就是最终的炸船地点, 拖船小心翼翼地将它移动到沉船的浮标处, 毛将部署在4点毛定系统中, 大约有100吨的毛链和毛, 会将航母固定在海面之上, 类似, 但还有几个切口要做, 工人在船侧切割了6个巨大的洞口, 这样当航母降到这个洞口高度时, 水就会流进来加速航母下沉, 至此沉船进入倒计时, 最后的工作就是安装摄像机来捕捉爆炸的过程, 所有船只都被禁止驶入爆破区, 炸弹小组将最后一段引爆线连接到船上的爆炸装置, 在一连串的引爆后航母开始侧倾下沉, 这时让大家都很担心, 八个月的努力不能功亏一篑, 好在随着海水的不断灌入, 爆炸后仅37分钟, 一艘号称永不沉没的钢铁巨物, 渐渐地被海水吞噬, 自此它将长眠于这片海域,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工雨胶, 这里今后将成为世界各地的探险观光客和潜水者的打卡地点, 它也会安然地坐等各位的光临。